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的就是一些感受 也许这种感受可能是你在世间生活里面 俗世生活里面 十年 二十年 乃至三十年 可能从来就没有体验过 而在禅堂里面 你可能会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理解 我们当下这个世界的现状就是 你越能干 前面有人拉你 后面有人推你 而这种人呢 他更需要关心 他们很可能是某个企业 或某个团队的顶梁柱 这些人呢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 但是呢 我们又无从关心 有很多的事情需要他去做 也需要他去决策 而这样种人呢 他们这种关心呢 可能在这种灵性上的一种深入 力量可能一种强大 是最适合的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这种禅修营啊 非常非常适合他 我们知道电脑是可以升级的 机器人呢 也可以智能化 而人的智慧呢 有没有一个成熟的办法 可以安全的 有效的打开 而这种办法呢 我可以这样说 就是通过禅修的方法 来打开我们的智慧 有很多这个参加过 万人禅修营的朋友呢 参加后都说呀 我们古关禅寺 无限大和尚 很严厉 也很细心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觉得呢 他能这样 有这样的体悟呢 是他真正的是 走进了我们禅修营 也是真正的体验到了 我们禅修营的好处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呢 我们这个古关禅寺呢 并且它还是一个 传统的一个祖师的 祖师禅 也就是灵济宗的一个道场 这灵济宗呢 也就成为一场呢 蹦鹤蒙亭 古人讲啊 七尺蹦头开正眼 一身鹤下歇狂兴 灵济禅法呢 他也这样说 香板头上出祖师 大声鹤内出菩萨 所以呢 我们大和尚呢 对弟子这种蹦鹤 是经常有的 如果要参加我们这个 万人禅修营啊 能有姻缘 能比大和尚棒喝 能喝赤 随喜赞叹你 你有这个福报 你感受到了 这个禅法的微妙 也感受了我们大和尚的 慈悲之处 就如我们大和尚所开示说的 欲成佛道 当住禅堂 欲了生死 应受棒喝 请 万人禅修营 人人得自在 目前呢 我们在这个五一期间 十一期间 还有冬季 都要举行 长期活动 除了这些活动以外呢 也基于目前 现代人的一些特点 比如说这个 工作压力比较大 还有这个工作节奏呢 比较快 特别是这个生活啊 压力也比较大 这种情况呢 我们开办了一个 万人禅修营活动 来接引更多的人 来走进佛门 来了解佛教 来了解禅法 在生活里面 能体验到佛法的智慧 来落实佛法的一些精髓 来指引自己的生活 让我们能够身心一如 得大自在 time to get rid of m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